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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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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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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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是 就是 挺有趣的一天 又疲惫 又快乐的一天 因为我看到海了 本来以为看不到了 因为就是有点下雨了 但我还去海边拍了深险 真不错 对是挺冷的 所以我们人手穿了一个这个浴袍 出去 这个衣服呢 你别看它长这样 其实它非常保暖 今天有自拍吗 有稍微自拍几张 但主要还是就是在工作了 自己拍的东西不多 对 谢谢夜亮清的奶茶 因为太累了 所以还是选择了点外卖 就是有点出门不动的感觉 真的拍完一天真的很疲惫哦 点了还没到一会儿就吃 但是你们知道吗 这个酒店就只有 它有一个bug 虽然这个酒店非常的 nice 但是它有一个bug就是 它点的外卖就是 酒店就不怎么管 就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是有两次都外卖被别拿错了 就很烦 对 而且点就是点外卖它不能送上门 还得我自己一下去拿 bbug 我愿意问我什么bgm 有没有在看那个看电视 躺着看电视呢 我是你的播报员 有宿外卖的机器人 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不行 他们酒店规定了 就是外卖必须放在一个地方 就是你得坐一个电梯下去 又得坐另一个电梯下去 谢谢B-A-I-K-A-L的奶茶 嗯 今天我们就是 我们拍摄的时候 本来就是因为说要下雨了 就打算在泳池那边拍了 然后呢 最后他们又 一会儿又说要在泳池拍 一会儿说去海边拍 结果我们就翻 就是翻墙 就从那个酒店 那个栏杆上翻了过去 翻到了海边 拍照 甚至在一条大马路上面拍身写 对 就真的就是 挺有趣的 我也翻了呀 而且你知道翻墙的都是些什么人吗 我这爆料 都是像我一样扎着双马尾的软妹 什么罗可佳 还什么谢爱玲 什么李珊珊 对我们几个翻墙 还有何阳青青 对我我都已经拍在我手机里面 就是你知道吗 我今天下午才想起来录Vlog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拍了一点点素材 我明天要继续拍 不然就没得东西发了 他就拍太少了 因为昨天一天我都是戴口罩 我想着戴口罩这有啥好拍的 然后我就说明天再录吧 明天漂亮 然后今天呢 一直就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拍拍拍拍就忘了 然后后来才想起来 对拍到了人家的翻墙瞬间 不不不我们穿的是拍摄的衣服 对啊今天 今天我算是就是 见识到了什么叫富婆 今天李珊珊请我吃了一个 真的是富婆 就请我吃了这个蛋糕 然后就加了我的微信 对我的一会儿反图 发在房间里好吗 对他说他有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看别人吃甜品 对他自己不吃 怕长胖 喜欢看别人吃 所以就 他不只请我一个人吃 他请我和洛克加一人吃了一个 这就是富婆吧 我好爱富婆 本来我你知道吗 本来我看那个价格的时候 我是不买的 他就说问我吃贝叔叔 啊我说算了吧 然后然后呢 他就说我请你吃 我说啊好了 然后这个 就是这么真实 我那个蛋糕点的还叫什么什么歌剧 什么什么 巴拉拉的 其实就是一块巧克力 它其实本来没有那么贵的 但是它要收什么15%的服务费 就很过分 他就他就把那个蛋糕从那个玻璃橱窗里面拿出来端给你 15%服务费到手了 行我我副业有 下次就干这种副业在五星级酒店里面 就是卖蛋糕 谢谢姜云炒饭的奶茶 谢谢盐州的奶茶 怎么这样子呢 都就是不知道这回事情啊 是已经端上来了 才就是才知道要收这个钱 主要是最后我还没有吃完这个蛋糕 因为实在是太甜了 实在是太甜了 就是 而且我当时没有水喝 我后面问助理姐姐要了一瓶水 就真的是吃到最后吃不下去了 太甜了 甜过头了 标价不是一百 标价是几十块钱 对但是我跟你们说啊 我这次就今天的拍立得 拍特别漂亮 真的特别漂亮 每一张特别漂亮 每一张都是绝美 一满分一百分 我起码给九十分以上 真的 你们放心收就好 每一张就好 都好看 不吹牛 对 之前拍的一般的 我一般都不提的 不夸的啊 那我不能提前暴露吧 这个不太好吧 万一扣我钱呢 我其实我把那些都 就是已经拍照 记录下来 放到我手机里了 到能发的时候 我就发 发出来 好吧 不用预览 还信不过我吗 我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的人 信不过吗 今天没有拍水桌 我们明天才拍泳装的部分 听说泳装要拍八十张拍立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也太人 人给拍死过去 拍晕过去 谢谢彼岸过客送的暖暖 对 我好像是听尤苗说的 对吧 我是听工作人员说 那说不定就是真的 你说八十张 那不赚翻啊 这么多钱 我一分也拿不到 我好苦啊 谢谢大甜心的三杯奶茶 没有啊 这没说 八十张 八十张 哎 我对明天我已经感到有点压力了 明天肯定是 肯定是很累的一天 对一天拍完 吧 应该吧 谢谢盛风见到的奶茶 对我而且就是我们就是拍摄的时候有超级多就是来拍照的人 就是粉丝 就是工作人员努力的挡 他们努力的拍 就是斗智斗勇真的 就我心情就很复杂 就因为 因为呢 有时候呢 又想让别人拍到 但是我身边工作人员又一直在给我挡 对就不知道该怎么表现 对因为你会发现 你转头 一个人躲在树后面 这样 躲在树后面 这样把头这样 谢谢享受寂寞的奶茶 然后你又转头 有一些人在沙滩上面 这样 那样 对 就是我因为工作人员就是拿了一把超大的伞 就是这么大一把伞会挡好几个人 然后呢 我在那个伞和伞和伞的缝隙之间又看到了很多镜头 就真的是夹缝中 太努力了 打工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种精神 谢谢瑞芝的奶茶 这两天本来就不拍MV啊 MV是后面拍啊 要拍多久要拍挺多天的 那是这么安排的肯定就来得及 还有我今天我今天呢就是空闲时间的时候我回房间 我就是因为公司有下达一个就是让我们帮忙就是搞一个什么测评之类的录一个视频 我在房间录了半天我然后我录出来一个我觉得很完美的视频 真的是我每一帧都都很我觉得都很可爱 反正也不发出来给你们看就这么夸吧 每一帧我觉得都很可爱 然后呢我把那视频一交过去一发过去 结果郭罪人说就是就说就说里面没有介绍 就是要发文案给我就是要介绍一下 完了我的视频被pass了 我又要重新拍我当场我实话掉了真的 不是跟酒店没有关系 就是送了我们一个东西 然后我用了一下我发现它挺不错的 我打算一直用它 对我很喜欢这种收免费东西的感觉 真的我收到那一瞬间我也很开心 然后用了一下感觉确实挺厉害的样子 然后我打算录个视频好好夸夸他 我打算就是我还录了五遍吧 录五遍我然后我录了一个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的视频 结果呢 要让我重新拍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然后我现在还没有重新拍 你不知道我从来不吃海苔吗 所以我给有秒吃了 他很喜欢吃 不过我也是可以尝一下 对 下周公演上吗 上呀 你们应该了解一下我的喜好呀是吧 年轻型 年轻型是什么星座的 我是手座 没有我突然想起了你 你早有点问他呢 嗯 那我挑食 我的食谱里面起码有 几百种不吃的东西 那当然 我每天都要开直播 只要有时间的话 那不能浪费我的装造 是吧 给你们看看我现在的状态 而且我跟你说人在外面就很开心 对 出来玩可开心了 虽然是工作也很辛苦 但是工作也很开心 非常开心 对 来了 我平时在房间里不会这样一直 一直一直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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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油苗呢 这就退群出坑了那你也太玻璃心了吧 那我我我还要退团了呢 真的是 可不能这样 人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是在乎 对 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 对 面对自己喜欢的人 喜欢的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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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说 外卖还没到 我今天一天都在打哈欠真的贼困 但是我一就是就是一道海边贼精神 我真的我对海这个东西没有抵抗力 超就是一道那贼兴奋 不是没睡好的问题 而是我根本就只睡了几个小时 早上六点就起来了 我们反正就是每天都要起非常早 甚至可能更早 对超级喜欢海边 不会游泳也没关系 看到海就很开心了 买海 我以为你说买买瓶海之言 我昨天睡的蛮早的吗 没有 我是这样的 我本来晚上睡了 然后有秒呢 问我 亲姐 要不要吃东西 我说啊我饿了 他说我也好饿 我两个人就打开了一个蓝色软件 生更半夜打开了一个蓝色软件 对 就干了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最后呢就是干完这件事就直接睡了 对 今天准备几点睡 还不知道明天几点起来工作 但肯定会很早 尽量早点睡 嗯 也蛮累的 谢谢卡成PPT的暖暖 你不是不看猪鼻子吗 以后我不能提这种 我一提你们就去 果然跟我一样是怕蜜人 我说啥不能做 非得做 非得气死我 对 你们以后也别想我听你的哈 对 你说啥我就 我就不那样 别想 置我 这个业务呢 怎么说呢 肯定是不享有的 但是 你要来我面前 我 也没办法拒绝呀 对吧 啥开搓了 啥 啥造型 你还想啥造型 你又给我想点更过分的 谢谢PCLOLS做的暖暖嘞 对我知道你不想看 你只是单纯想送我一个暖暖 所以你 你想干好 他想看猪耳朵 怎么昨天不想看 今天就想看呢 这么善变的吗 好了 不要说我敷衍 反正我做了 猪酒 我给你一酒 对 就是这个业务 伴丑业务 毁形象业务 就是解放天性业务 放下偶像包袱业务 对 原庆里喜剧人 就是 一步之遥 怎么没有打哈欠义务呢 我可以给你打一百个 明天开始拍那个泳装的 照片 然后天才来开始拍MV 我跟你说这次的歌我特别喜欢 那个diambo还是有秒唱的 特别好听 真的 真的我这次的歌我特别心动 真的 那个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好听的歌曲了 嗯 就是比较 那个啥那种 嗯 舞蹈也是比较韩国 可爱 青春 活泼 动感 那种风格的 对 我是说实话了 但是那个舞蹈呢怎么说呢 有点过分吧 因为 这能说吗 没有文字 当然有剧情呢 哦 什么发生了什么 咋了 咋了我们有秒怎么不能跳了 谢谢泽三的奶茶 哇 话还说一半 话说一半让你们想象呀 对啊 就你想的那样 别说什么尺度大好吧 我们哪里尺度大了 我们是青春阳光美少女 跟熟大这三个字有啥关系呢 不要乱说好吧 不 不 不 我是这个 嗯 你们知道了就好 嗯 对因为官方没发布的我也不好 那个 对我就是这里偷偷告诉你一下 为啥没见到我呀 是因为我没有我的公演吗 那你加油打工人 嗯 我不理你 你发弹幕了吗 我握手又没在 因为我我握手就是 就是不跟就是不跟他们一块的 就是 我是另外一天 对鱼人节 对鱼人节 之前我们最爱拍档 还拍了一个鱼人节综艺 一个 嗯 到时候你们看吧 几分钟的东西吧 嗯 对 转了转了 是呀 是呀 我从前段时间开始就老忙了 贼多事情 谢谢大鱼的那场 但是呢 忙 忙路就是也是很好的事情 总比你啥事没有干强 你都不知道干嘛 没事干 我 我刚才不是说了我几月几号握手吗 咋的你不在呢 欢迎大家来找我玩啊 不是欢迎是必须得看到你们好吧 能来的必须来好吧 因为我看了我那天的安排 全是一些人气很高的人 那到时候就我一个人没人 那我多没面子呀 你懂了吗 好吗 套路你们有 奖励我想想 我到时候看看准备什么东西吧 总会带着啥给你们的 放心 带上我最真挚的爱 我怎么一笑起来眼睛都没有了 我不能笑 我要大眼 干嘛 他笑我 什么 什么 我一看都不能来的 那我现在我看到的是这样呀 那他会不会改我咋知道呢 目前是看到的是这样的 啊有人能来的 就一个行吧到时候我就一个人 对啊我今天带的是我第一次带的一副新美疼 怎么样呢你们觉得是好还是不好 新买的一个款 嗯我就带超级舒服 带了个没带似的 挺不错我就是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他就是上镜效果咋样 就是很自然的一个棕色 对就是我之前带的那副被夸漂亮的那个灰色美瞳的同一个款 不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系列不同的款 对 必须要这样展示一下我的眼珠子 日跑可贵了 拍档的时候带的美瞳 拍档的时候 拍档的时候你是说舞台表演 还是说就是录的那个前面说话的那些呢 西江学校同学送的暖暖 因为我记得录拍档就是 得采访的时候我没有带美瞳 当时忘记了 然后我当时表演的时候带的就是那幅和这个同款的同系列的灰色 那个真的挺漂亮的 我一般有重要的舞台的时候都带那个 我一般有重要的舞台的时候都带那个 对对就那个 那个就是余舒心同款 叫什么 不记得叫什么 F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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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M Y 不知道 忘了他就啥来着 算了我给你们推荐你们 应该没有什么人需要吧 啥不要经常带我 我这不得漂亮吗 我又不近视 我带他干嘛呢 我就是为了漂亮 我的眼睛水汪汪的 对对对对对应该就是这个 就是那一款是一个什么灰反正是个灰色的款 哦就这个 突然看见了就这个 但这个哎呀露水了露水了 这个是我今天带的那个款式 反正就是这个牌子 对没错 我又在这里安利货了 那我跟你们说我好多东西安利 你可以随便问我 就是如果有什么对我的感兴趣的东西都可以问我 我是一个非常乐于就是 乐于助人的人吧 腮红 腮红的话用的是3CE的一个什么眼神 就是那个 那我 要不把我的包拿来 这可是我这个我只是给你们安利我自己在用的东西 这也不算带货吧 我能拿一份钱吗不能 我自己的秘籍我来偷偷告诉你们啊 主要是身边太多人说了我受传染了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会不经意脱口而出 就变成一种 叫什么 嘴 反正像口头禅似 对因为我经常都听到 这个还好吧这个不算脏话吧 就只是一种语气词 是吧 因为人在激动或者是很真实的状态下 就是会发出的一些语气词 我不带货 我一心一意当偶像好吧 主要是我没那本事如果我有那口才我也去 但是我可以去七七的直播间里面蹭吃蹭喝 帮他测评一下他东西到底好不好吃 我在这里是说实话的 我吃完 我吃完以后我就开始在我的直播间里面说了 评价一下这个东西 外卖到了吗我们呢 还没有 测评海苔 不瞒你说这个海苔正在我的手机底下压着 当我的直播支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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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笑我不能笑我大眼睛 工作几天反正28号回去 好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 哦谢谢vvvv送的暖暖 这肯定是诚心诚意送我的不是要什么业务对吧 啊我在抖吗 我在颤抖 行我控制一下我自己不要太激动聊个天而已 谢谢边木的奶茶 谢谢边木的奶茶 我本来就有酒窝谢谢小雨公敬的黄冠 哈哈 哈哈 瑞杰在家呢 那我得回去看看他在干嘛 哦晚上好我的外面怎么还没到我要吃皮皮虾 我之前在补吉岛吃的椒烟皮皮虾贼好吃 但是我现在吃不到 对 今天点了皮皮虾 有点想念他 太久没吃了 啥叫五天只拍一个MV 还不够吗 因为前两天都是拍各种生写啦 拍这个得啦 就是都是要给你们看的嘛 对吧 还点了小龙虾 不吃米饭吃米饭胖 因为就是刘洁和我说 说他就是每天只吃那个肉和玉米 不吃米饭然后他的腰瘦了很多 然后呢我就想尝试一套套方法 虽然我不吃玉米啊 就玉米就一般般 但他是把玉米当主食吃 他是个玉米精 他老爱吃玉米了 谢谢塞纳河畔的音乐风子奶茶 不是就是我肚子上有肉肉 我就想肚子瘦一点 其他的都还好 对所以我也少吃饭少吃饭 但我以前都还挺喜欢吃米饭 谢谢牛奶与面包的奶茶 虽然现在减肥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我身体重我明明我挺轻的 我163我才42斤 而不是42公斤 就不知道那肉从哪蹦出来的 怎么会这样看起来 对我长高了 你太久没来看我了 我跟你说过年回家 我爸给我测了 就发现我长高了 那我也没去过什么专业的什么医院啊 这种测身高也没那么准确吧 就大概大概 真的吗 你还能目测我长高了 不是穿鞋163我是净身高好吧 穿鞋我起码得有165了 哇165 165在我心里是完美身高 真的我觉得165就非常的nice 真的啊你是165是吧 好可惜 你不是你是1米1米7多 对 这辈子体会不到 我觉得他凡尔赛了 他1米7多 这辈子体会不到165的感觉了 为什么这个外卖怎么回事啊 很慢啊 是不是我的皮皮虾药做很久啊 对都说你皮皮虾药问题 哼它要是不好吃我就 又来又来 我也不能把它怎么样 还有3.4公里 嗯 嗯 我就点了1分皮皮虾 然后有秒点了一个小龙虾 也没点啥 什么1毫米啊 你就在这 你看吧 道听途说就是这样的 我之前说的是长高1厘米奖励1000块 怎么到你这就变成长高1毫米奖励1000块呢 那我爸岂不是要破产了 我是贼开心啊 对 没到手哎 我记得我老早之前我就已经超过他说的那个身高了 他说嗯 我给你存着 到时候等你凑到1万块一块给你 可能我这辈子都凑不到他的1万块了 算了我也不需要他的1万块 我自己能赚1万块 富婆 富婆是李珊珊 她才是富婆 房间好开心 你是说他房间好开心吗 行房间关注走一波 嗯 因为我好像我都没有怎么关注分团的小偶像 哎呀 对 油苗也是 就是 老会照顾人了 一言不合烧热水 给你装热水喝 对这就是浴袍没错你没看错 羊毛外套 哈哈 明天洗天洗 群里还没发 但是我估计肯定是很早 哦 我本来以为拍这个MV有化妆师给我化妆呢 结果还是自己化妆 还好我现在化妆水平还行 人有一点点自信 人有一点点自信 我以前化妆水平贼 茶 谢谢西蒙桑奶茶 看看眉毛 可能现在已经掉了怎么办 对 对 他现在可能就这样 眉毛还是 我最差的一个地方 因为 我不怎么打光明 还是一如既往 你面子都不给一点 你就说嗯 还是有进步但是还是有上身空间 对 看额头不给 没有看额头这个业务吧 那当然有啊 也不至于一个都不认识呢 咸宝我就认识呀 我发肌线我跟你们说 我从来不用涂发肌线粉 真的 我我之前我就问例子 我说 例子 我需要涂发肌线粉吗 可以帮我涂涂吗 她说你不需要 对 所以我每次大光明的时候 我都没有抹发肌线粉 哈哈 但是呢 哎我确实头发越来越少了 我跟你说你看这双马尾 一边都没多少头发 我还特地让她给我卷成那种 看起来就是 发量多一点 因为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 我第一看刚开始去做造型的时候 就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姐姐给我做的 然后做完以后呢 我当时心情很差 就是因为 我的两根这个双马尾 就像两条毛毛虫一样贼戏 然后我当时心情很差我 我头发怎么看起来这么少呢 我明明没有这么少的头发 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了我认识的姐姐 给我又改了一下 嗯 我就说瞬间像个人了 对像个人了 对 我说感谢您解救了我 这种不是你提前说你都得 你得排队对 你得先去然后才能做到 这种看看看看运气 嗯 还有一天九公里了 嗯加油 我好饿我也好饿 好饿啊 对啊我跟你说不单是双马尾 就连做个拉直的头发都是有技术含量的 对 下午 昨天嘛 昨天就是 机场的那些饭图 不知道你们有看到没 那个就是属于完全没有做造型的状态 就是头发就是本来就是个那个样子 然后平时工业呢 如果做了一个直发 那就是做过造型的 造造型就是他会把你 这上面就是 给垫的高一点就是蓬松一点 就是这样蓬起来的 然后呢就会是反正会给你 就是整的就是 就挺上镜的 对就还是很不一样的 真的吗 我还差点就想抛弃机场那套衣服了 我就穿了以后 就不想要了 这么看我还能再穿几次 谢谢您嘞 但是如果就是就是做的不好的时候呢 就只是给你拉个直 就是就是如果他把你头发没有垫好的话 就会给你垫成一个这种方形 你的头就方方的 或者是特别塌或者是又特别高 反正就是这种挺难把控的 还有就是夹刘海也是需要技术的 对我就有时候发型没做好呢 我就心情很差 因为发型真的决定颜值 如果你那天突然觉得我很漂亮 那一定是发型做的很好 妆化的很漂亮 如果你那天突然觉得我变丑了 那肯定是因为发型没搞对 对就是会影响颜值的呀 特别是上镜 就是如果你看本人 其实还是没啥区别的 你一直觉得我好看是因为 我一直都以最好的面貌出现在你们面前 对我都是每次精心打扮的 那当然觉得好看了 这都不好看那还得了 对做女生真的好累 但是也挺快乐 对当你打扮得很漂亮的时候 你就会很快乐 对 这跟卸不卸妆没啥关系 我卸妆一样漂亮 切掉这句话 咔 咔掉啊 不能这么说 这么说你们你看你们不要逼迫我 做一些事情了 谢谢君林做的暖暖 你好 你好 男的门口就是外卖点是吧 这是浴袍酒店的 对对我 好好您放那吧 就是专门放外卖的地方是吧 喂 喂 大直男 你放那吧 上来就你卸妆 你咋不给我泼 泼瓶卸妆一夜呢 那要不然你问一下那个工作人员 然后放的那个正门放外卖的地方可以吗 嗯 谢谢 那当然可以啊 那怎么不可以呢 非常可以 一个出演直播 我给你来十个都行 你先你先给我办好好吧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谁会拿这种当当那个flag呀 太奇葩了吧 那不行 那必须得进圈 速报中报那不行 没事 没事我不插这这几分钟好吧我不需要节约这几分钟时间 哦 对啊 就差一颗颗 心疼 你说你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过分真实了 我只是在这 就是聊聊天 我一说到这个话题 没人发弹幕了 是不是过分了 兄弟们 就跑 明天还直播吗 明天 就是结束的早 肯定直播 对 应援会加油 好吧 想好去哪玩 昨天我跟油秒讨论了一下 但是还没有决定去哪玩 就是 就是了解了一下 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 因为也有粉丝过来给我推荐一些好吃的什么的 其实我以前来过厦门是跟我爸妈一块来的 就是当时也去过古浪雨啊 这些地方都去过 但是我当时觉得厦门没什么好玩的 就那样 但是我这次来工作就很开心 忘脚美食尘 嗯 下大我以前也去 你去拿外卖了 你去拿外卖了 好吧 偷懒一次 坐等吃 这边有南斧陀吗 因为我之前去的是周山那边的斧陀山 瑞杰也经常给我拿外卖 我也会给他拿 那当然不会啊 多大人了 吃饭还要人喂啊 想看吃播 但我觉得吃这种呢 就是挺多油的 观感不一定很好 点了虾 点了虾 财报像五十块一顿 你知道我们就是这边老贵了 本来想点在酒店点个餐 天呐 一个拍黄瓜都要多少钱来着 多少下 八十 八十 瞬间自闭 对 我不配 是我不配了 真的 但他们说他们有在酒店吃早餐 不知道那个早餐是是不是要钱的 哦 对 我觉得就是 就昨天晚上吧 给我发了那个餐标 就这两天的 我现在到现在就早就给花完了 谢谢XOX 小偶像逼我出坑 谁并出坑的奶茶 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天天让人家请我呢 对那个蛋糕就这么小 这么小 对有秒去拿完买了 散发魅力 不会呀 我要是会这个 怎么还没有那么多人来喜欢我呢 谁是喜欢甜美的成员 我室友 今天我室友说出了一句让我震惊的话 他说他也是甜美 在他自己心里他也是甜美 哦说到这个 我跟你们说 就昨天晚上嘛 我不是和他下楼拿外卖吗 然后呢就是 哦他不是这两天借了我一套衣服 就是说一套舒服的衣服 就一件T恤和一条格子裤 对 甚至还寄了我一个外套和一个帽子 然后我穿上完全是一个小男生的感觉 谢谢兔兔送的奶茶 真的 我就是 就是他说他把我变成一个 男的 我也说这么穿还挺舒服的 真的 从未体验过 前所有的舒服 没有自拍 因为我当时还戴口罩了 就是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我 所以我穿成那样 对绝对不会有人发现那是延庆 延庆怎么可能穿成那样 他怎么可能有格子裤啊 有这种 那种 穿这种 衣服呢 但我发现那样穿真的很舒服 对他说 他是不是穿上就变帅了 就问我 我说 没看出来哪里帅了 我跟帅这个词好像不搭尬 哦 你们要反送你们找尤苗要 他好像拍了 对 趁我在电梯的时候他偷拍了我 谢谢 怎么样 那就是你们的那个 那个能力问题了 这个就 不在我的这个 范畴内 他确实很喜欢吃这个海苔 他确实很喜欢吃这个海苔 刚还跟我说 亲姐我要吃你海苔 你看这么久直播还不知道我吃没吃饭呢 就外卖正在 来的路上 马上就进门了 对 今天不会外卖又出意外了吧 我跟你说这两天我点外卖 哎来了 说草草草草的就到 上天我们把点外卖老被人家拿错 真气死我了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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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皮皮虾了 哦哦哦哦 哦哦 嗯 那要不我就先去 吃饭 谢谢小波了 嗯 主要是我手机没电了 他红了 好呢 那就 下个直播见 拜拜 拜拜